我不是你 哎 姐 又我下山差了两个 不要给大王让一下位置 龙哥加油 拿出十二公水 你灭了汪宝宝 都看好生物了 龙哥昨天满力了 也不错了 一年力还这么一次 积攒了好久的能量 龙哥昨天一排 我只是没想到女巫没开鼓话 人家都挂上了成这样子了 龙哥我刚刚看到一条弹幕挺好的 他说你打狼还需要多种玩法 不能止盗勾 那他就别玩狼了 我来看他闭眼 大家都趴下闭眼 你们两个刀刃 我刀刃我了 我贴了我我是老虎 快点快点 不要和我掌握 找什么 我跟女儿听 等一下等这个人披下衣服 有点冷 虚了 这边很虚 等我上了去 这两刀人没说意了 再见 小姐你吃牛肉吗 给你拿 我也有一包去吃 好香的牛肉 但是我如果放在我这 能不能开始啊 这个上帝啊 好烦 狼奇 我吃点东西你们先安排这样说 아침 好 铁 天然比 如期 这个玩家倒牌了 旧不旧 读不读 确认请闭眼 愿意加请闭眼 愿意加请闭眼 正弹小狼请闭眼 有礼物需要释放吗 好 确认请闭眼 然后等一下 白痴请闭眼 白痴请闭眼 枪牌请闭眼 要开枪手势是这个 枪牌请闭眼 天亮了 来 12号发言 12号有吗 12号没有 1号 愿家 昨晚宴了 不是不是不是 是11号 他说的是1号发言 你不是12号 12号这样顺过来1吗 我现在不允许知道 我不是张远家 就还能播法慢慢跳 然后我觉得 是5号 那小公鸟5号像一张 我觉得9 蛮像一张 播法听你发言 好了 因为我上车 都没讲 我表示对这个游戏很不满意 对吧 一点游戏体验感都没了 你救了一个 那这轮我就多发发言 选景 惯不得你们老喜欢选景 原来是这个道理啊 怕被闷掉 对吧 过了过了 出血啊 这才聊什么 多发发点闷 你不发言蛮好的 发言就是了 初一 初一啊 有什么意见了 后面也不会有意见了 有意见吗 可以 你有意见 自首播播的 他不回我 他现在学乖了 他现在不回我 看什么看了 傻啊 聪明的孩子 我觉得你现在越玩越好 因为打个平衡也不应该带我 我觉得你打得挺好 哈哈哈 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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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 好吧 初一过来 四号发言 木木上顶了吗 四号发言 仙夜暗 赛燕舞 九号是我的 精髓 下一位 我是真的预言家 最后再重复一遍 西月二 在夜 五 九号 你景 是我的精髓 过 下一位 你这个状态 你跟我说 你是预言家 我 突然都不信 人一号 你来形象好人 1号如果它是一张 你别看着我泥 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什么牌 但是呢 你没必要强行打人家1号 因为我觉得1号 作为就是 他的锦上发言 跟他上一轮的 游戏的成 这个 体验感 我觉得是相辅相成的 对吧 他发出这样的也不是很正常吗 人家上来抱怨两句 对吧 随便明明挂项 说5号是一张狼牌 觉得9号上是一张狼牌 怎么了 惹到你了吗 对不对 你这张牌怎么攻击性就这么强呢 对不对 你上一轮我 被刀要开枪的时候 你不是这个样子的呀 你还不得跪在地上说 别别打我 对吗 你现在怎么就这么凶了呢 这一轮我只恨自己手上没有把枪 但凡我就跟老人说 来 刀了我 你们2号是个好人 你们刀我 我就 听一下吧 因为11号反应是要起跳的 我也不强行说 在11号发音 还没有发完完整的情况下 就站11号边 但是我觉得龙钩的 发音状态不是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是真的 正好也来听一下 9号这张 这张所谓的4号发的尖水 还是一个怎样的战队 对吗 过了 好 你好 我还有一个老娘 我还老吗 哈哈 开始了 那是不可能的 可以 就要认了 对 十一号你也也要我 你也我就认了 那样 哈哈哈 龙哥怎么这样了 龙哥 那么猥琐干什么 你也了我就要我 虽然你真怨家老师会认我 但是这个 发言不免有些 有些 烧有些 就 软软的 短短的嘛 哈哈哈 那我又不是那种笨笨的玩家 精髓 我接了 好吧 好啊 那我去十口 反正精髓我从头接了 参不参对我不知道 反正我也不能投票 你十一发言吧 这个二跟一 你们 把杖清一清吧 是不是谁见了谁的情态 哈哈哈哈 不知道了 好吗 主要是 好 不想多说什么 把这个精髓接了 四四四个语言家 你们自己听嘛 我不知道 过来 一号 十一号发言 五精髓 好吧 顺验一个八 再验一个十二 因为抱下验人逻辑 因为我这张牌 你们都很喜欢定义 喜欢打包 但是你是我第一天的精髓 这是我验人逻辑 我这个人喜欢验一些 很难定义身份的人 对吧 像这种李井啊什么 都不大想念 看他站边就可以 看他行为就可以 但是九四 这张汉条丝毫发有精髓 看他行为吧 不想研究 不想研究 五是我的精髓 我是张医院家 哇 警惠流再抱一遍 八 先八 后十二 过来 来 举牌子 我推选了举牌子 我推选了举牌子 好好举牌子 我不知道这三个举的有什么用 你们能去照票吗 来 先开始投票 三 二 十一一票 十一两票 十一三 十一四票 十一四票 四号两票 四号两票 十五 投给四 来 十一号 当选警长 十一号 当选警长 好 先不清楚 昨天晚上 十十一 倒牌 谁先来演 十号先发 这个牌看完放行我就放心了 因为他警察第一个发言 他直接说我是预言家 我心就凉了半截 反正我看到我吃手刀就出来三个号 一 九 十一 为什么一呢 因为一上一轮结束的时候 一看我表情就是 一看我挂上去吃张神牌 这个我果然倒 但是上一轮 死得太快了 所以我没等一 九 因为我女母嘛 两边读人 九 因为我没有信息 对吗 然后就在游戏开心 穿衣服 我想穿衣服怎么会偏好 就把十一读掉了 因为那边我肯定不会读的 那边看不到我挂上的 对吗 所以我把十一读掉了 但是看票情出来 龙哥一定是预言家 因为我是张女巫牌 对吗 他是一张不在龙哥团队的牌 他是张反水的牌 张反水的牌 有可能是张老牌 但是 但是龙哥一定是一张预言家牌 对吗 他只知道 我张女巫牌的票 跟他的金水的票 我想战变龙哥团队 但是也有可能战错 我反正女巫视角 我想战变四张 这个牌 我来 好像是张 龙哥是张 原家 你认我是原家 不打自己脸 是不是 然而又不傻的了 然而可以选择盗口 然而可以选择冲票 你就简单的按照冲票 就认为四十张原家牌了 我警惠会给五的 对吧 金水都反水 我觉得 你张十号牌嘛 难打的 有事 难打的 两身走的 好吧 我给你五号 对吧 那你可以跟着狼警走 随便你 我是张真原家牌 好吧 我不知道 那冲我票里面 我不知道 对吧 但是你四张女巫牌我认的 五四张啊 我的金水牌 就冲了 那么有可能狼七票 和打到货 但我已经盘不了 我唯一无法盘 我已经倒牌了 好吧 祝你们好运了 我警惠给五 警惠给五 好 我发言结束了 你们这一轮把龙哥出点 他是跟我焊跳 好了 过了 现在他警惠准备吗 嗯 警惠给谁 给我了 他说给我 他警惠准备 你这时候骚扰你啊 你太恶心了你 很重要 哈哈哈 谁警惠我 我想一下 故意还不够恶心吗 哎 你们两个不要打轻嘛 这两个人再对话 就点下 双点下 你已经有老党了 就是啊 是 是什么是 你这怎么做长者的 长者都看不过去了 长辈是这样的吗 嗯 我先发言啊 六二先发言 那这一轮呢 我反正是不会去升这张四号票的 我是不会升这张四号票的 因为这个票是呢 我挺认同十号 这张你倒牌的女巫的 比较观点 那我建议龙哥呢 你把这张警长给验了 即便他是一张反水给你 是哪一眼你啊 因为你不能 因为你倒勾成瘾 对不对 这张牌 首先你五号是进了四号的警惠流 在十一号没有发言的情况下 一号 迷你是一张狼人牌 但在你进了警惠流的情况下的话 十一号 直接给你发了一张精髓牌 我没有办法 完完全全盘出 就是盘 呃 就是 移除掉你是 一张真正百分百的一张精髓牌 而不一定是一张这个 狼 看掉狼给你的狼队友 然后来帮你做身份的一张牌 对吗 因为你看你自己 是别人发的牌 你连是压手 都没有压 就你这一票 如果是压手 说不定还让他不验你 你直接果断的就给四号上票 结合你以往的行为数据 我有理而相信 你可能是一张盗狼牌 那没关系 反正你拿警长 我觉得愿意让冤家去验他 总归 就因为我暂时现在是认四号 这张冤家牌 去验张五号牌呢 总归能确保 我觉得不是浪费一件 就是首先能确保 这是一张 如果是好人 是双金水 且拿着警徽 对吗 就是很简单一点 那这些人我会去出谁的话 我会在刚才上票 这个上给11号的人里面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378三张票吧 对吧 378三张票 我就看你们 或是为你们三张牌发言 谁发言不好 我就上谁一票 那么你们三张牌自己好好的去表水 过了 我说一下为什么上牌 是11号牌 就是 锦上先认为这张1号牌说 他认为5号和9号两张牌是狼牌 那然后这张4号牌 开始一张预言家牌 说9号牌是他的精水牌 然后9号牌就是 说完9号牌是精水牌之后 他不验这张1号牌 他说他要验这张2号牌 就是你4张预言家牌 现在有人把你的精水和一张 这张5号牌 两张牌打成狼牌 你不验这张1号牌 你说你要验这张2号牌 然后且你锦上发言比较软 然后这张 这张11号牌 就是他把他的验人逻辑说得很清楚 且他说明为什么不验这张9号牌 就是 不过我4张预言家牌的话 我一定会验 就是汉条狼牌发的一张精水 本来是觉得 这张11号像这张预言家牌 因为他锦上的发言 比这张4号牌 发言要好很多 就是你 这张4号牌 我是这张预言家牌的话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你未知身份的牌 质疑你的精水牌 说他是这张狼牌 那你是不是 第一张牌 就应该验这张1号牌 你说你要验这张2号牌 2号牌 是要让1号牌出局的一张牌 然后我就觉得你的发言 就是没什么道理 所以我投了这张11号牌 而且我不觉得这张 就是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这张8号牌 是11号的第一天的指挥流 那张10号牌 他导牌说他是一张女巫牌 那这张4号牌 就是你 这张6号牌说 这张4号牌是一张预言家牌 你觉得他是一张预言家牌 他 就是下一只女巫已经走掉了 你觉得他还能活过今晚吗 你说让他验这张5号牌 所以我觉得这张6号牌 发言逻辑很快 我现在觉得4、6是两张狼牌 那外之位还有两张狼牌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敢举票 是不是因为这张4号牌 锦上发言太软 还是说这张 就是锦上还有4号的狼牌 我是这张好人牌 我这轮想出这张4号 过了 8号牌发言 就是说这轮出肯定是出不到4号 为什么 因为女巫已经死掉了 如果4号是张真预言家牌 我们这轮出掉就是 两张审牌走了 第二个就是4号这张牌 第二天起来没倒牌 直接就退掉 因为他晚上必须死 就是说还可以再听他一轮 验人的信息 我觉得 然后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 8要挺 又挺上要投11号 第一点就是 第一点就是4号龙哥发言 有点软 他发9号一张清水牌 9号在你后出来发言 你发他清水牌 你应该很高的 对吧 我觉得他如果他是张狼牌 有可能是什么 有可能真的是11有点常外 因为本来是张1号发言 结果11号上来说 我是张预言家牌 那他看后置为119两张牌 那他就博个心态 他就认为11是张真预言家牌 我就给9发张精水牌 对吧 所以说以这种理由 再加上11号他把我放在第一警惠楼里 那我就撑11号一票 对吧 然后撑11号的票有4张牌 就是说6号你少说一张 一共是3号一张牌 7号一张牌 8号一张牌 还有12号一张牌 对吧 7号这张牌呢 我觉得他前面的发言可以 但是他最后说要出4呢 我不认同 对吧 就是说这轮出谁呢 就是说是可以再出 就是投票给那个11号人里面出 或者说发言不好人里面出 就是 就是就是我现在只听到了6号和7号的发言 那在我眼里的话 可能7号发言稍微偏差一些 因为他上来就要把4号给除掉 我觉得4号就是说 呃 夜里夜里如果倒台牌再除 就是给他再发一个 发一个言 就是他再咽一个人 对吧 如果是他是狼的话 也可以听出一些信息来 错了 到我了 嗯 嗯 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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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点头 他非要在直播当中说我点头 好像我在场外一样 哈哈 但我确实没有在点头 点杀 怕调命 不是 我我希望能给他一个警告 嗯 你希望点杀还是警告 点杀 哈哈哈 啥呀 不能点杀 因为我没有 就我根本就没有在点头 你非要在直播当中说我在点头 就对对 C它确实没有啊 你确实没有这样 你说谁啊 那你这么常外我就认为你是个银善家了 发怪 哈哈 突然不知道 这游戏 好难 这个游戏 那不就 就 Arrieta更为 кат rehension 你课计他们要求死呢 那就去死 Т CI 一个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不赖验我 他都紧上给我 后织发紧上精神了 我怎么可能你放得下的 如果这场游戏 四号玩家吃到紧亏 而我又在你后织 帮他画一本票 你觉得 你是不是也牺牲了 你是个女人 怎么可以放下我呢 放下我是你最不应该的题 我认不了你 而且 石是个女巫走了 你是个愚言家 你说你紧亏给舞 但是你没有 跟舞说你一定要把事出来 交代他很多事情 因为在你的视角 你是个愚言家走了 舞走了 他妈的两次打四郎 打个鸡巴 你舞今天把事给我出来 你们好人不想输得太难 他先把事出来 所以我认为 石一心态不像个愚言家 就死后的医院告诉他 不是个愚言家 警上发烟就除了那个警规 警规就不厌我 那出谁啊 反正精髓都反水 是吗 你都让四郎莫自卫发言了 然后就让莫自卫 他随便去吹吹牛逼 那是谁嘛 反正晚上要死的 不过劝你们就 发言的可以倾向十一多一点点 因为你只要投票 你跟着四郎投一票就好了 所有人都在四郎的边 四郎总共要死了 对吧 大家都怀疑一下 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个位置 就反四郎的水 对吧 你老了什么都死了 你老了我就 他妈的发你水 但人家投票我可能会跟你投一票 就这么简单 尽量大家都怀疑一下四郎 好吧 大家的意思是怀疑 要不然这个四郎都不要死了 过了过了 过了是吧 我听过前处的发言 我感觉很奇怪 这张八号牌是上票有十一的 简下立马就反水 你要占接四号来的 且这张七号牌 是跟你一起上票有这张十一号的 哥 你以前这张六号牌 他说他这张四号十一号牌 你眼睛里面没有这张四号牌 你只打这张七号牌的 而且 我是紧上上票于这张十一号的 哥们你眼睛里面上票的是我们四张牌 只打这张七号牌 或这位雪包也不丢的 我上票于这张十一圈 我在他锦会流 第二锦会流里 我底牌是要好人牌 我上票给他 我觉得挺合理的 这是我上他的理由 然后我觉得你说八号牌跟六号牌 两张牌应该是两张同身后的牌吧 因为你两张牌眼睛里面只盯着这张七号牌来打的 那我认为七八应该是两 是一个对面对吧 那后这位这张一二两张牌都是上景的牌 我也没听到你们两张牌上景干什么 如果是上景看看风景 那总归要为自己看风景的行为买个单 我不知道哪张是真的预言家 那我投票只是因为我在锦会流里面 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然后听你们后这位电影下吧 我觉得 我觉得这张八号牌的情况也很怪的 你锦上上票也十一 根本你就是认他市场预言家 那你锦下立马就认为这张四号牌市场预言家 而且你说因为这张女巫牌说的 他要站面上四号牌来打 所以你就认为四号市场预言家 那你这个逻辑点我觉得是讲不通的一点好吧 那就是说我今天我票又挂在这张八号身上 因为我觉得你在预言家锦会就第一锦会楼里面 然后你锦上上票给他锦下立马就发生 然后你立马就发生 我觉得很怪 你这个行为很怪 过了过了 这个游戏我听到说站边四的人 你过来 就是站边 站边二龙四号的所有玩家都没有说 投票十一的哪些人可能出牢 就是你们自己站边十一的 那你们认为十一是张狼牌 除去你自己底牌是张好人牌 那另外三张大概率要出两狼嘛 就算那个圣诞老人不知道哪张是自己的狼同伴 是这样子嘛 所以我觉得你们都没有人去互打的 我觉得这一点有点怪 还有我是没有上票的 因为我没有听过四锦上的发言 虽然他们告诉我四锦上跳过一张语言家发酒精水 但酒是在锦上后置为了一张牌 就是但是酒这张牌也是基础的一张牌 也不能排除四酒是两狼 不过酒这个发言 如果酒是一张好人牌 那四发后置为锦上精水牌 四爷爷可能就是大概率是招预言家牌 那我只听了十一号的发言 我没有听出来十一号的发言有什么问题 而且十一号如果要选择汉跳 他是不是常规性的应该把酒放进井会流 但是他却说酒这张牌我就不去验 因为酒我可以看他的就是行为 我觉得十一不是很像一张汗跳的牌 所以说在四和十一两张牌都比较好的行为之下 我就没有去投票 对啊我看看票行 但票行呢我这轮可能先占边四 再斤斤四的发言 有可能四锦上是蛮吓人的 所以说你们锦上不投票给四 那么我后置我还有 一二三三个玩家 你们告诉我四锦上的发言怎么样 对不对 为什么会只导致一张女巫牌和一张五号 就是精水反水的牌投票给他 我上一轮好像站错边的那轮就有一张女巫牌站边四 当时我深信不疑我是一张好人牌的 所以我这轮我是想保下骑这张牌 因为骑这张牌是起身第一个去打四的 这个游戏我觉得如果说十一是张狼牌 最起码我比较认可骑他作为狼同伴这个行为 对吧 我是张狼牌我撑票了 就算骑倒牌了 我要抗退一张愚人家牌 那我给你个赞 对吧 那我如果说七是张狼牌 十一是张狼牌 我找外置我的狼牌可以吗 对吧 那么我接下来听八和十二的发言 我觉得八和十二里面十二的发言比八好 因为八这张牌跟我说不能出四打七 可是八这张牌却不聊后职位的上票十一的人 所以我觉得八这张牌有点弱势 我可能会考虑今天出八 没有关系今天再听四五的发言 还有一二三帮我回一下井上的发言 好吧过了 我发言你约的十二好 我觉得小狼牌上了 但谁是狼跟我其实已经没有关系 今天先出二呀反正 对吧 谁我都不想出 我就想出二 对吧 因为我认为二有可能是张好人牌 所以我要除掉他 谁让他对着我穷追猛大 井上你说我发言暴狼 那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认为你是张好人牌 但你井上发言就暴狼了 我就把你一张好人牌打成一张狼牌 没有关系 怎么打 因为你井上首先 我是一张上井的 你很有 我很有可能是吃生粉的 并且在我 在我一张 我发言说得很清楚 我上来只是多发发言 对吧 你说我暴狼 而且你从头到尾没有说过 我是狼狼牌暴狼 所以真正发言暴狼的是你自己 本轮请二号玩家配合游戏出去 好了过了 我是张猎人全票出一 哈哈哈哈哈哈 我出一我就把渊人家分了 我不管四是什么身份 我也不管你五是什么身份 我是张猎人 球狼扛了我 我在这边威胁也好 不讲道理也好 你说我狼汉教猎人也好 就是要 就是不讲道理 没道理跟他讲 身份比他硬 出局 我说了啊 我不管你四是什么身份 对吧 反正你四是个渊人家一 对你来说也是个X身份 我也不管你是五是什么身份 好吧 你说我不讲道理也不讲道理 你全职位听完发言 我打你们很正常了 屡立的什么了 你前面女巫不上镜 我又没叫你不上镜了 你被砍我就砍了 这次上来你十一号汉跳了 你也不去评判一下 我是个好人 谁知道你是个什么 等一下你挨了我 你就出局 因为我猎人一带出来就成 我都说X是张狼人牌了 我打他你有什么不满意吗 我说我拉你的票去把一投了 你告诉我一是个好人 你也不敢打我是个狼 对吧 你说你如果是个猎人的话 不要把我奔了 你怎么认我是个狼 把我奔了 现在给你个机会 好吗 我不管四和什么五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不相信我是个猎人 所以等会我死了以后 也可以不相信你是个猎人 再把你奔了 对吗 我出一 因为我猎人跳出来了 我建议三号不要再打我了 因为我是个猎人 对吗 我这个人呢 小心眼 小心眼 随便你怎么说 你后面可以用一切肮脏的手 肮脏的词汇来形容我 放着我出一就可以了 我不在乎你们用什么词汇来形容我 反正你们出一 好吗 我从我的左手边 因为我是个猎人 我等会一定会死 他们不会去刀预言家 对吗 女巫也已经亡了 所以我一定可以发动智能 所以我从我左手边 第一个不投一的开始 不要跟我说什么 你为什么认识 发搞什么理由 我就是任性 想出一 好吗 因为我的底牌是猎人 我不想听他说什么 因为他对着我打 我也对着他打 我摸到这张牌 他还敢对着我打 我拼命牌被他打 他们也就算了 我是猎人牌 那叫他出局 他出局了以后 他会反思 为什么他打错人了 你们听他一言就可以了 好吗 我把我言就发成这个样子了 如果你们再不跟着投 所以我一想不问你们 你们也不要怪我 我完全不在乎 我刚才前面还在找狼 听到他这样的发言 我就很稳 稳得不得了 因为打的错也是他打的错 因为他前准备不找狼 还在对着我打 我锦上打他一下 我觉得很正常 对吧 他锦下在对着我打 出局 他认为我一个好人还要出我 那总共是个狼了 好吧 我不知道你们 我反正不认为我 不投一的就吃枪子 只能从手边开始 是不是帮你一起吃三 就可以任意的用词汇侮辱你呢 说你胖子行吗 好不好 这个 我觉得我听一发言三张狼人牌 因为他不帮好人分析场上局势 对吧 他对着一张二号牌穷追猛打 那没关系 反正这两个人都不帮好人分析局势 两人都出局嘛 一个出在白天 一个死在夜里 反正我们好人玩自己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王宝宝还有一点说的 稍微有点道理 就是我听六号牌像是一张狼人牌 因为很奇怪 就到我这一圈发言 我都认不下来 到底十一号和四号 谁是这张真元家牌 六号嘛 起身就站对了 对吧 而且六号呢 要去验五号这张牌 呃 我觉得你只有把十一号 一定定义成一张狼牌之后 五号才有可能做成狼牌 就是 你起身就让四号验 这张五号牌 就是你已经定义了 就四号是一张真元家牌 所以我觉得 呃 六号的信息量有点大 这是第一点 然后 另外一点就是 就是我觉得 是有可能五号是这张狼牌的 因为五号给我的感觉有点奇怪 你在背十一号 因为我是 因为我是投十一的 对吧 那我为什么投十一呢 因为龙哥发言差呗 那龙哥你景上发言是什么呢 对吧 你愿家发言就不能阳光一点吗 还是你这是要为 你别跟我说 你要为当狼做铺垫 那你总归发言是没人家好 我就要投十一号这一票 那么 十一号我觉得他遗言的也让我觉得很难说 因为他遗言不给我们盘局势了 就说算了 我盘不出来了 怎么那有两票是上给龙哥的 你总共要聊一下对不对 你是哪两票你还记得吗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遗言也不太好 那我就要说回来了对吧 就是在十一号景上发言还可以的情况下 那么五 我断就认下十一号十张狼人牌 就认这张四号 投票谁能投一次 发言也让四号做一个归票位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两狼已经 反正五号喜欢打这张倒勾牌 十一号给他一个机会 发个精水让他精水反水倒勾 那我只能先盘一盘对吧 我不知道 因为我是一张跑人牌 我前之为是张猎人牌 五号四号玩家跟五号玩家互动 点杀吗 点杀吗 他妈已经吃了那个半 半半半半半 我们怎么互动了 两个人互相对视 我看都没看他一眼 我看你 那点杀猎人牌吧 五号玩家就认识十二号玩家 然后我听下来就十二号想 我觉得十二号想 王宝宝你需要点杀 因为十二号发言的时候 我认为跟我的心路历程是一样的 我看着我自己的底牌 所以我觉得十二号是一张好的牌 别人的发言我听不出来了 因为十二号他发的言像是我想说的话 他提前在我前面说过了 所以我觉得你一号牌好像还说了十二号是一张老人牌 对吧 那你觉得我也挺想让一号牌出去的 你四号牌发言吧 我觉得我如果是张老人牌的话 我就不知道开始招人了 因为现在场上我们五只狼打三个神牌 我觉得我们优势很大 所以四只狼 所以我觉得这样发言应该像是一张真韵家的发言 其次我觉得所有投给十一号的人身份都不做好 跳不出身份我觉得都可以出 这是我的个人看法 嗯 除了这个九号是我验的精髓之外 其他人我一个人都不能相信 包括前智慧跳一张猎人牌 因为你是后智慧跳猎人 所以我也不能相信你 嗯 在我视角当中 投给十一号的人可以挨个出 就是我一个真韵人家的视角 明天如果我没有倒牌的话 我愿意自己投自己 把自己归出去 这样发言应该是当真韵人家的发言了吧 嗯 所以本门我觉得可以信任五号 因为五号是跟女巫 投给我且是反水立井的一张牌 反水投我票的一张牌 我愿意相信他 如果这样牌我都不相信的话 那么 以后就没有人会投我这张真韵人家的牌了 嗯 以后我做人家 我都会是这样发言 我如果真的让我来出票的话 我肯定先出边上的三号牌 因为三号的逻辑我不喜欢 也不是说不喜欢 真的按照一个 我要出谁就出谁一个的道理 只是BD他投给了十一号 且他的逻辑在我看来完全听不懂 所以我想出三号 当然我也想出这个二号 因为我觉得二号 或只会跳一张猎人牌 我不太相信他是一张猎人牌 他说他如果是这个猎人牌 会带走我 那我想试试看他能不能把我带走 如果真的能带走的话 那么我是一张真韵人牌 我只是表达了我不信任 或只会跳猎人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想我可能会单票出二号 试试看看能不能开出枪了 我发现过了 就我觉得你们这群人简直是有毒 就站对边是狼 站错边是狼 不站边是狼 上票是狼 就我的人生中就没有一个时刻 不被你们定义为狼 就我已经很久没有道沟了 就不要拿前两天 就第一二天来龙哥这里 你们盘盘都是我道沟 就其实我对你说一下 就我觉得有两张牌蛮怪的 就其实我完全定义四号 就是当时锦上还没有定义 但是因为四号白在那牌的时候 我感觉它是挂响 而且不是这样的一样 然后我就觉得它像一张带身份的牌 所以我锦上图片了一个四号 那锦下这个女巫把这个十一号捕了 我正确认四号一定是张猿家 因为十一号你一张猿家被捕了 你一点愤怒都没有 你还笑着说 你总归定义四号是一张猿家 要不然你就得承认自己读错了 你这个发言还能做预言家吗 如果你是张真的预言家牌 那两神走了 你一点愤怒都没有 而且你的情绪还反水了 就你在你的发言里面 你一丝的愤怒都找不到 你很平淡的就下场了 就你在我发言里 你完全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 然后我就站边四号讲 那其次我盘一下 就你们前面发言蛮怪的 就首先我不认为八号像是一张狼牌 在定义四号是一张预言家牌的情况下 八号是说要把四号放一放的 他不想出四号这张牌的 所以我觉得八号不像是一张狼牌 那我的逻辑也有点奇怪 就是你定义 首先你说我能做成一张狼牌 那你连真的预言家你还没有找到 就相当于是你不信十一号这张牌 我才可能是一张狼牌 但是六号就是站边四号的牌 六号就说四号应该是真的 那说明他也认为十一号是假的 对吧 那他跟你的似乎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觉得我五号牌 有可能做成狼牌 你去打了六号 因为你在你这位置 你也不信任我这张牌 但是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觉得最奇怪的是十三号这张牌 为什么呢 十三号中间他说他没有听到 他说他觉得他前面先说十一号 我觉得十一号发言还可以 然后但是后面又说 那他这轮可能会站边四号 然后后来又到过去说 那十一号又做不成一张狼牌 就说来说去 我感觉他的配置啊 就长山因为我听了他玩了两把嘛 我觉得他的配置不可能听不出来 谁是一张真的冤家 谁是一张假的冤家牌 但是他又在左右摇摆 我觉得他这张牌是我 我觉得应该是肚肥的一张牌 那么王宝宝你要出一号啊 我想出这十三号 要不你把我崩了嘛 没有出到你心里合适的人 你就把我崩了 可以吧 对吧 就你晚上吃刀了 你把我带了 我是张精水牌 对吧 而且我是一张反水的牌 那么白天再把你想推的一号 推出去也无所谓 但我今天想出十三号这张牌 我觉得十三号 因为十三号我发现真的很快 他不站边 而且他就有点两边倒的感觉 就是他的配置 他连现在他都没有定下哪张 是一张真语言加牌 你觉得十一号那个遗验发的好吗 你觉得十一号的状态 能做成一张语言加牌吗 我都是他的精髓了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十三要不 哎 我真的想出这十三 王宝贝你唱我一眼哦 我们把十三出了吧 你很想出一样 金短归票十三 新手投票三二一 这是左手 来等一下看一下 一号举高 一号举高 一号三票 然后八号举高 八号一票 四号一票 三号一票 十二号一票 十三号两点五票 一号出局 박下去 叔二雅 那麽总会是张狼孩啊 对对 反正 дуже来了 对吧 我说我找不到狼你信吗 对吧 我说出来我自己都不信 你喜欢这样打 我们以后从下拿开始第一直打 好吧过了 阿天请地 先来 先来 gres 快一点 好了 来 郎人请睁眼 给我一个号码 狼琴 确认闭业 牛琴这个玩家倒牌了 姐要用吗 毒要用吗 确认请闭业 愿家请闭业 愿家请闭业 圣诞小狼请闭业 今天是否送你的礼物 几号玩家 好 确认请闭业 然后天亮了 小心晚上四号玩家倒牌 选择四桌四右 四桌 就出十三号出不动是吧 就你们是不是觉得出十三号出不动 我都说十三号是我定匪的一张牌 你们觉得我配置就可以不跟着我出票 就你们出花票的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就四号倒的你们总归 相信四号是张真联家牌了吧 就白天战不对的这种 对吧 这个我不知道王宝宝 你是不是真的恋人 我不是张联人 就你把一号出掉了 现在你心情好了 跟着我出十三好吧 就你是张联人牌 你就跟着我出十三 因为四号这张真联家倒牌了 晚上 那这个七号你要去出四号的 你等一下跟着走过的 这个伦次不是你的伦次 今天我们先买十三出了 最后我要出一票十三出不动 唯一跟我一起上票的是这九号 是他的一张精水牌 跟我上了一票十三 我都说了就这个 场上大家配置挺高的嘛 你们全都站不对边 全都看不出来哪张 这边远家牌 那我觉得蛮怪的 就你们上一次的 我都说了 一号出不去 王宝宝生气了 带我这张牌 那你们怕什么了 你们全票就把一号给冲出去了 那你不是全票吗 三票 后面帮我回忆一下哪三票上的 就我都说了 王宝宝死了 带我这张牌 你们怕什么了 那我都归十三了 你们都归十三这张牌的出不去 那我只能认十三这张牌了 好吧 今天出十三 我抢签发言 我就想说这么多 对吧 就你们不想出十三 那你们就出我吧 我今天就要归十三 过了 我为什么这张五号牌 对十三的敌意 如此之强 文化理解 对吧 因为 反正你上一人的发言 这两个发言 让我觉得你不一定是一张 真正的听识牌 甚至有可能是一张圣诞上 对吧 因为在前之位 你已经 你投票加你的发言 任章四号是原家的情况下 你不去打七八十二三 这四张牌里面的人 你归票一定是只能在这四张牌里面去归 对吧 你跟我说你归了个歪之位一张十三号牌 我无法理解 对吧 因为你首先你不认同二号猎人要出的一张一号牌 那你不认同的情况下 那你去打的 为什么去打这张十三号牌 我更加无法理解 你这里面甚至在 用这样的发言 来告诉我们的 必须这一轮还得是一个十三的轮子 跟我说七号一张 单票挂在你心目中原家的牌 还不是他的轮子 我无法理解 对吧 上一轮在我听到四张牌里面 这两边这张十一号牌的人 发言只有这张八号牌是过关的 对吧 首先七号牌在这里面 跟我说四号牌一定要出在早上 我就不能理解了 这张牌的发言 我就后面的全程 我就全部就屏蔽掉了 那十二号发言就直接打 六八是一个共生分 对吧 那我就更乏理解了 对吗 因为你要么你是一张狼牌 觉得我们俩都是好人 你是一张好人牌 你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八六全部打 打在一起 而且你还强行说了一句 我六八是一起打七号的牌 我六号其实 压根在前准备发言的话 我是打你们后面所有上票给 给十一号牌的人 既然我占边了 我自然就要打你们投票 给另外一张汉小狼的指掌牌 对吗 那三号牌也认为六号牌是一张狼牌 那我认为他发言也不好 对吗 因为三号牌既然认为十二号牌发言是好 就反而我觉得 就是你们投票投的这张一号牌 我不知道 当然可能你们认为他没有找狼 找狼怎么样 就发言跟这个二号牌的两个人互打 很滑 那我不想理他们这两张牌 我是压根不想理这两张牌 那我的确认同他在发言一开始说的第一句话 叫十二号牌发言不好 因为十三号认为十二号好 而一号是起身说 十三号这个逻辑 十三号认为十二号好 这个一点是不成立的 那我认为十一号 一号有可能是一张好人 所以我那一票是不肯挂来的 我当时单票费了十二 因为我当时在想七 三七十二里面我去选 我直接选 选来选去 我觉得七号 对吧 如果 就七 我认为七十二都是狼的情况 就有可能出狼的情况下的话 七的狼面反而比十二要低一点 为什么 因为七号如果是一张狼牌 在局面已经 就是 十一号是他狼队友 被女巫带走了 对吗 然后 我起身第一个发言 我就站四号的边 他这个地方 如果作为一个十一号狼队友 来长行干这张四号牌 他觉得他有这样的 一个号票能力 在前置位 且什么身份 都没有跳出来的情况下 能出的要这张四号牌吗 所以我觉得他身份 和十二稍微高一点点 十二是 十二打了六八两张牌 八是我认为的一张好人牌 然后我没有打七 所以我单票挂了十二 那三号牌呢 三号牌我觉得他的狼面 没有那么大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原因 是他有 他牌的其实真要把我盘 盘进了狼坑 但是他认为五号 有可能是一张 就是的确是有可能是一张 刀狗狼牌 那其实我前面只是稍微 拿这个逻辑打一打 我不是说一定要财五号牌 那五号牌在后续 总精水总结发言 拿着醒悔发言的情况下 他强归了十三 甚至这一轮 他又自己强 因为还要归十三 我不太认可五号的 一定是一张好人牌的一个身份 我这一轮的话 我大概率会出这张十二号牌 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听你们的发言 我还是要听你们的发言 就是免得破了 不是 狼队这么松的 不是 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刚才只有我一票出了四 不是 不是 那十一的 那核牌有这么松的 全部要去那个 全部要去打断工 根本归去去的一号 有可能是一张好人牌的 那刚才保我呢 有几张牌 一张是十二号牌 一张是十三号牌 然后后续还有一张三号牌 就只有这三张牌保的 只要八号牌是打我的一张 那我是一张好牌 八号牌 我现在到他就不会投四的 那不是十二十三 十三十二 你归谁出谁 就十二十三里面 过了 八号牌发言 就是 就八号牌说的没错呀 就是说四号牌 早上起来不死在突然 那四号牌果然死了嘛 所以说四号牌是张真院家牌 十一号牌是张张牌 我解释的很清楚 为什么 紧上投票给十一 紧下我说 先不出四号 理由很充分 就是四号是白天能看出来 他是不是张真院家牌 所以没必要急着出在白天 然后我说我打七号 打七号理由很简单 他上来说就要出到四号 这个理由就是不对的 对吧 因为四号出不出是 通过第二天能看出来的 没必要这么急出在白天 那我打七号是有理由的 然后十二号以此来打了 打了我说我打了七号 你说 你说我急着站边 就是说 我紧上现在十一号边 紧上又认四号边 我没有 我当时也没有认四号 一定一张真院家牌 我只是说四号先不急着出 如果他晚上不倒牌 第二天白天我们再把它出掉 是吧 我是这么说的 然后十二号去打我 打六 保了七 那他的嫌疑就比较大 七号呢 现在我倒不反而认为 就反而不认为他这张狼牌 他这张狼牌的话 上来就 就就去要要去出四张真院家牌 然后投票的时候 耿直的一票出了 就他一个人出了四 说要把四处出掉 又四又 那轮四又不可能出掉的 他一个人去出了一张四号这张票 所以说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七号 七号现在身份法做好了 就是说 那现在四号发的 四号发的精髓九号 我这张好身份牌 七号有可能是张好身份牌 反正这种我打十二十三吗 就是上一轮保七号的人里面 就是有点问题 因为他们知道七号一定是张好人牌 对吧 然后七号又去打了四号 所以他们想去保这张七号牌 他们知道七号是张好人牌 所以说后置位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去抛水包 我觉得因为我发言 我听不到你们后置位的发言 所以我没必要抛水包 抛水包又听不到你发言 我等我第二轮起来 我能发言的时候 我自然会评论你们 刚发言的人是什么状态 那我现在就说了 就是说刚刚去保七号的 第一轮去保七号的牌身份不多好 特别是在如果是在冲十一号票里面 三七八十二四张票 我觉得十二号身份是最最差的 对吧 七号现在身份反而偏好 过 我一张一张金水不供了两张 那就把十三出了嘛 我没搞懂 上来的警察规判规个十三 居然只有两张金水牌去抛水山 哎呀 这么累 不这样吧 我死了 打死 我死了之后 我打死这个山 白天你打了 我不懂 搞什么东西 我也这个冤家也去抛山 那这样 你们的你们的愿望我都帮你们实现 我死了 我死的那天我把三打死 你们白天八二退了 今天把十三出了 好吗 就你们主意也真的 我还是认为 我们有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那种笨笨 真的有很多的笨笨 我那你那五号是一个狼了 那五号是个狼人吗 五号是个狼人 你们就说出五 五 你又不推他 他贵的票你又不认 每个人都一个开车的心 一个四一个五一个六一个七一个八一个九 我们几个阵营 看到底 有个圣诞小狼就当他没有找到狼同伴 有三个阵营们也已经足够了吧 我不知道 我想想想这个谁是狼啊 谁是十三小狼 我不知道啊 那能不能今天把十三出了 好不好 六号玩就七号玩就八号玩就 你们觉得五十张金水牌可能是十一 这张狼人发的狼人牌 那我两张金水牌里面总归有一张是真的金水了 两个金水说要投了十三 那能不能先把十三投了 好吧 把十三先投了我死了那就打死这个三了 二拿来推嘛 对不对 二还要撑不住 那你们要去听二的 我相信二不可能 两个狼同伴就全给他上票了吧 还有个谁啊 还有个十三啊 我靠那全来了 那你们就你们两个嘛 好吧 那就你们三个全死了嘛 算了 电话不接 不接了出十三 好吗 过来 这也是我上人是联系联系的状态 我是单下第二张八号牌 根本现在 你八 七六三张牌 莱蒙大我这一张牌 我是写的很乖的 我底牌大牌四张狼牌 根本我跟着 你们的小手一起举一举十三 根本这两张牌便 就随便出一张 我也不知道是要什么 是好人还是狼牌就出局了 所以我便是拿得起一张狼牌的 切你 这张八号牌真的形容很怪的 你上一轮 上一轮莱蒙打一张七号牌 这轮你能认得下七号十万好人 根本你莱蒙大我这张十二号牌 我觉得你八号牌是要严心不一的牌 然后我觉得你这张七号牌也很怪的 我上一轮说我打了六八 然后我没有来打你张牌 但是我没有保你张牌 你不要改我的话言 好吧 我只是说你这张七号牌跟 这张八号牌是个对立面 根本就能你们小手拉就小手 三张牌手拉手要出我这张十二号牌 我就觉得很奇怪 然后你们这个逻辑我觉得很怪的 你们认识四号十二预言家 根本九号十三金水牌 这张五号牌生的就不能定义了 你们认识十一号十二预言家 那么这张五号牌是要真金水牌 那么九号这张牌现在是要真金水牌 我搞不清楚 你们现在就告诉我 你们认识四和九两张牌都是真金水 我是分不清楚 我到现在分不清楚 哪样是预言家 因为这张五号牌 这张四号牌你们认识它是要真了预言家 各位上人我听他发言的时候 他连他晚上要验谁都没有 即使你晚上迟到了 你总可以告诉我们好人 你白天的时候你的发言应该告诉我们 你要验哪张牌 但是他连他晚上要验人都没有告诉我 这是我自己听到的 我没有听到他说他晚上要验谁 遣他晚上倒牌了 那你们认识 这张四号牌他活着的时候 场上有四郎在的话 他自当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的 好吧 这游戏我是不会玩了 然后我 我觉得上游戏初一 我是出了八号 一号这张牌发言他只打我这张十二号牌 他也不在找狼的 他说十二号肯定十二郎牌 我体牌十二郎好人牌 我体牌照完十二郎牌 我肯定坚定的也去出这样一号了 因为初一的人十二太多了 这游戏你们日五号是张真金水 五号要初十三 可能五号和九号两张真金水牌照 要初十三那你们去 好吧 我要初十二八号牌 我还是要初一张八号牌 我觉得延心复一张牌应该先出对了 我觉得你十二不是去盘了五这张牌 可能会自当 那为什么九一定是张金水牌 而且你认为五这张牌是一张七刀的 四这张牌是一张七刀的牌 你再盘它是一张预言家牌 那那为什么这张四这张牌 可能是当预言家牌吃到的 那为什么五是一张金水牌 就是你去跟我排两张牌都是金水牌 他们要出十三 所以十三是一张老人牌 可以出去吧 就是上圈的发言 因为十二我觉得发言是偏好的 他敢在跟他同行投票十一的人里面 去打位置 所以我认为十二这张牌 我可以先放一下 二这张牌只挑一张枪牌 三这张牌 他是说 他觉得你们马上就能 在四发言之前 马上能够站边的人 有问题 那三这张牌等于说 跟场上除了我之外的 几乎所有玩家 都是成为了队里面 所以我认为三这张 三这个玩家 应该不是一张老人牌 对吧 三这张牌 我就算他是一张X牌 那一是被两张好人牌冲出局的 为什么不可能是一张老人牌 就因为他吃了三票出局 就不是一张老人牌 你要知道二号是带枪去冲他的 后置位的就是一是被后置位的两张牌 去就是号票出局的 他只吃到了三票 对吧 我可以这么讲吧 然后再跟你们讲 我十三比牌是一张白吃牌 所以说我十三号一定要要上票 但凡为什么我上局不能上票给八 因为我知道一身上要挂一票 二就是要挂二一票 对吧 可能三四三四里面会上一一票 我要保住我的小命 我只能上一一票 不然就一张白吃牌出局 晚上狼牌二号一刀 游戏直接结束 就这个游戏怎么可能再去单规一张牌 对吧 单规一张牌 连PK的轮次都没有 所以我质疑五这张牌 对吧 我天五今天的归票 如果今天五再单规我十三只张牌 或者但凡把我十三拉近PK 我就是一张狼人牌 这游戏你们跟我说票行怎么说啦 因为这个游戏是不是三张狼牌 对吧 你们跟我说圣诞老人是不睁眼的 三张狼牌怎么看团队 是这样讲吗 而且五张牌跟我说 因为我第一天是没有站边 两张牌在犹豫 所以我是一张狼人牌 我已经说了 井上我没有听过四的发言 但是四井上敢把后置为一张狼人牌 我觉得可以加一分 对吧 按照我加分的概念来讲 而十一这张牌 井上他敢说去不去厌九这张牌 我觉得也不像一张狼牌的发言 所以我也同样加一分 两张牌加一分我又听不出来的 对吧 那么在井下 你们都去说不出四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我井上我也不可能要出四这张牌 可以看四张牌倒不倒牌 但是我在四发言之前 我怎么知道四 他接下来发言会怎么样 我井后置为一二三五 帮我告诉我 四井上的发言怎么样 没有人告诉我 对吧 还有再有一点 就是 你们跟我讲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我觉得今天这样子 你们可以归十二这张牌 对吧 因为 因为十二这张牌 起身 他现在还在踩的是 七八两个位置 但是 你怎么会有 你们你们要打的十三这个位置 他不敢来 就我十三身份 是一张白痴牌 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跳出来游戏 可能就输了 因为 如果说一是一张狼人牌 我们才可能赢 但是如果一是一张狼人牌 我们今天没有归到牢 所以还是输的 所以我比较紧张 好了 过来 啊 我一出局了就可以了 接下来听精神了 你不是恋人吗 你去死了 他们狼人 我觉得他们狼人 还不了解我的脾气 他们 但凡刀我一刀 刘二龙一定是具尸体 我不管他什么身份 我是个猎人 你不相信我吗 我一定起身把你绷了 你投我二我一定绷你 我觉得你们狼人不举起 刀我一定刘二龙是具尸体 我不知道你狼人在打些什么东西 我管一是什么身份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是什么身份 对吧 你要说我怼我就怼 我摸身份我也 我就跟你说我整张做的时候 我摸身份没人摸得过我 拼发眼你还是出局 前面你就是出局了 我不管一和三 十三和三是两个什么牌身份 对吧 你是个好人都被我带队冲了 你是个狼更加出局了 你跟我打什么身份 等会你就是怼我 不怼蛮傻的 我是个猎人 本轮就跟着精髓头 因为我想出的人已经出局了 我就躺着就可以了 然后我不认为 我认为十二十张狼人排 我真的认为十二十个狼 因为他到现在 给我奶茶就在乎 不是我真的 因为你到现在都不知道 谁是愿家就有点可怕了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谁是愿家 但是 你是说你认七八都是好人吗 对吗 沐沐你什么 你什么声声啊 跟着我头 但是我很感谢你跟着我头 因为你是个狼也趋于我的阴威 因为我在左手边第一张台带 对吗 因为 好像不太高兴嘛 我是个猎人 啊 白痴我 我把他倒白 你还要头他吗 哦 他场外告诉我他是叫白痴白 因为我在发现我可以明明他的 明明他的表情这种 呃 他虽然不理我 但是在不理我的当中出现了一丝那种怀恨 他说投吧 好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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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投你 没办法 他场外告诉我他是个白痴 那我吃的笑了 投了呀 我不知道一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一是什么 我管他是什么的 因为他打过我们出局了 因为我是一个猎人牌 因为我的后面三张牌对我都是有敌意的 像牛二龙木木 他们都是对我有敌意的 他打了我一下 我万一不跳身后不弹他 我就出局了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跳了一张猎人出来 那本文先把13投了吧 哎 你们狼人不会以为我是圣诞小狼没有当我吧 那就再留一轮 这样 我在这边的墙子吃掉 我是上圣诞小狼牌 你们晚上不要来当我 把这个鸡水落了 对吧 好吗 我等会给 我等会给那个12一个好礼物 好吗 等会我就给你一个好礼物 本轮13出局 我在这边尝试 不要误伤兄弟 别开火自己人 好吧 我总归是一个狼了 我是个猎人不可能在这边位置起跳的 但是我是圣诞小狼 好吗 我们先怕13投了 对吗 他跳了一张白痴牌 我号召我井上的 不是 如果11是我们一张狼人牌 但他惹了不该惹的人 他也出局了 那我在这边号召我的两张 然后我们去冲一下13 好吧 我等会起来就12有个好礼物 我们等会就冲金水 把这个5冲了 这个9晚上就落了 他是个猎人 好吗 我是个圣诞小狼 多就不说了 9不好意思 好吧 他落了 本轮13出局 好吗 过了呀 13出局 过了 我不来这个游戏 我正好不来 因为我本来就喜欢这场战错队 我那我是在别的行吗 我进去结束之后 我要好好跟龙哥交流一下 龙哥你为什么这样发言 如果你 你作为一张真的愿家牌 你在我后终会发言 我没办法 我只能跟着这张前一天跳枪的人投了 我那把送上的飞机 我只能跟着这个前之位跳枪的人投了 因为你发言太 你是像预言家牌哦 你颈上先软软的发言 那么你把好人推向了你的对立面 然后呢 你颈下的发言说 所有投给11号牌的人都顺着出 你说 你已经不去盘 投给11号的人里面 存在好人牌了 对吗 就是因为你的发言 我都会觉得你和9号是两张老人牌的 当时 这我就很难过 我今天早上起来醒 都在想 你是不是自早去做九金刚狼的身份 对吧 那这个人把猎人衣服脱下来了 你又认个圣诞小狼 你出局吧 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见过认圣诞小狼的好人 你出局吧 我不知道 因为王老公 他有可能就是这种性格 他是个圣诞小狼 他又认个圣诞小狼 那我真的 我不知道 我也没有玩过圣诞小狼的板子 他就吃完小狼的就出局了 13号认了白痴 我不知道 我也不管你们场外不场外 因为我是一个好人牌 龙哥昨天起身的发言告诉我 所有投11号的你们就顺朱了 他这个发言 我一定结束之后好好跟你聊一下 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发言 对吧 你盘逻辑也不盘了 就这轮 就算我们井上投错了又怎么样呢 你井下总归听我们的发言 是不是 你给一个日常战错队的玩家 一点机会可以吗 是不是这样 那你在育人家如果不好好 不阳光的发言 又怎么希望好人能战队队呢 怎么能希望菜鸡战队队呢 好吧 又战错了 我就出王宝宝了 因为他骗我的 他骗我的感情 昨天因为我认龙哥的发言太炸了 我觉得他不是一张面加牌 我不能把手放到他身上 所以我跟着这个猎人 因为我觉得一号有 因为我投的是不帮好人玩的人 那我只能这么盘了 一号起身狂打这二号 那你在这个游戏当中吗 对吗 所以我去投了这样一号牌 那你们要不如果非要这么玩游戏 你们下局继续这样玩 我就觉得 我因为我觉得12号是让好人牌 我已经听不出来 因为我的逻辑点是混乱的 我觉得龙哥白是让狼人牌 所有的逻辑点混乱了 那么 我今天我自己单飞这二号 那你把你把 猎人的衣服都脱起来 你说你自己上上的小狼 那你就出局吧 对吗 我不知道说说什么 那13号跳了一张白痴牌 你底牌又不是一张白痴牌 你说什么场外 对吗 我觉得我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投 我这一票就挂二号头上了 好吧 过了 紧规十三 三二二一 没没等等你礼物没说 投完之后再收点 来 13 5票 6票 2号1票 5号1票 然后现在宣布礼物 5号玩家收到一个好礼物 可以改票是吗 对 不改 不是他不是那个嘛 他不是那个叫什么 要选择接受还是不接受 不 13号我们是强制接受 可以不改 但是不改了之后 下一轮这个功效也失去了 失去了 不改 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 二底牌不知道是张什么牌 但是 先放着吧 总会是后面一刀 对不对 二张牌我们是不认识的 说实话 这个游戏我们不认识圣诞 就是那个圣诞老人牌的 所以说外之位的牌我不敢随便出 对吧 一旦一这张牌应该不是这张圣诞小人牌 对吧 所以说我们还有一个狼同伴 这个游戏应该是狼游的 好吧 过了 现在请你 来 狼起 给我一个号码 确认吗 确认请你 牛窝 他死了 也要用吗 都要用吗 确认比 游戏家 有个号码 好 闭眼 圣诞小狼起 确认比 天亮了 五号玩家找牌 几号 五号玩家 请不得到九号 警察组织发言 警察组织下发言 就叫这个 那个 那个 这个 好吧 这个发言真是难受 嗯 嗯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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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号 即便 五号牌不去归他 我可能也会投他 因为 他在认了白痴之后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就是他不去 就归其他的人 他归了一张 他两轮保的一张牌 他说 那要不然我们这边就出 就出12吧 所以我觉得13号 可能是做不清一张白痴牌的 一个非常关键原因 再加上五号果断的直接 这么果断的 说归票13 那我就很果断的跟上一票 那12号 我觉得 如果13号 已经想到了这个时候 还保他这个狼队友的话 我觉得可能性非常不大 对吧 可能性非常小 我觉得12号可能是一张好人牌 那这种的话 那证明的话 我看一下场上现在还有一 不是一张好人牌 这边是一张真精水 谢谢 那 带定的身份的话 12可能偏好一点 然后是 7823对方 2号是一张猎人牌 就是3号 你怎么那么天真的 他说他是圣诞小狼 你就真的好像信了一样 他说他是个弱智 你可能你可以信 但是 你不能说 他说圣诞小狼你就信了 因为他是一个 先跳过猎人的一张牌 如果他像那天 那个李景那样子 就什么都没有认 就直接说自己是圣诞小狼的 你这样出他呢 我觉得我可能会跟着你出 不一样 对吧 情况不一样 那这样的话 就378嘛 其实回到了游戏 最开始的那个阶段 这么378三张牌 那3号呢 其实我觉得 有点晕晕的这种感觉 可能是一张名牌 我在7 8里面选择吧 我会在7 8里面选择 就这样过了 那我是一张好人牌 现在 这张9号牌拿到9号 他应该 能够输 我进入这张牌 第一轮就这样说对 实在很抱歉 配置比较低 我听9号的 我觉得12号 就是因为这个游戏不是说 那个 那个圣诞小狼是 尹狼吗 就圣诞小狼 他不认识那个的 不认识那3张狼头半的 那所以我觉得12号不一定能完全保 那我底牌是一张普通测命牌 那本轮就在万世卫的这张6 8 3 12 就是8号牌发言 就是说我觉得亏票的话 是应该在投11的4张票没有归 因为在投11的4张票现在 就是都还没有归 我是张平民牌 然后就是说我现在就上一轮发言 那就是3号去打2号这张第一轮 认猎人后来认圣诞小狼这张牌 我觉得3号他要么是很晕的一张 明牌要么有可能他自己是这张圣诞小狼牌 对吧 嗯就是装一个晕的明牌 然后但是我不清楚 就是我我我打的话 我肯定还是要打的 我打3127的话 我觉得7没那么做作 真的7没那么做作 因为7是上来就打4 还要投4 我觉得7真没那么做作 我觉得应该就是312里面出狼了 就说12那个逻辑我还是不能理解 因为12一直要打我8的 但我8的发言是什么 我8是说第一轮不要去出4 我这个逻辑是很对的 就是说呃 我说那个4 4就是说不要出我 没有说认4一定是上真远加派 我说4可以留他一轮 我这个发言肯定是很合理的一个发言 然后12号还是要打我8 上轮还是打我8 就是说我肯定要是要打回去的 不打回去显得我心虚 就是说我觉得312里面应该出狼牌 呃 现在还秤的话就是2 反正2 296我感觉先不动 反正就是3 312里面亏吧 我可能更偏向于12 因为3的话发言比较晕 我觉得不像是装出来的 过了 首先啊来分析一下心路历程啊 2 但凡我底牌是一张猎人牌 我一定说初13 我死的直接带2走 不会说带3走的 带3走就说明我还是没有底气 搞不好2是一个真的猎人 所以在当时其实我已经暴露 我不可能是一个猎人 知道吗 那心路历程你们懂吗 是这样的 你看啊 如果我说我是个猎人 我说今天初二 我死了带13 带3 我不可能说我先初13 第二天起来我死了 再打死这个3 再出2 那么他是个狼人 我是个猎人 我一定说我初13 我死了带2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一定不是那个猎人 好吗 其他东西那我们好好办 你必死你看什么了 你是猎人 为什么我选择这样的发言顺序呢 因为我我以至我不是一个猎人 所以2一定是一个猎人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都点头 某些人知道就好 就比如说这个6号玩具 出谁啊 3跟12里面 我也只能认3跟3 圣诞小狼一定出在这几个人里面 一定出在这几个人里面 是谁我不知道 这个6呢 他不去打12 也不去打3 他因为7 8里面出人 这有点怪怪的 上轮举票给你2号玩家的 是这个3号玩家哟 是这个3号玩家哟 所以我把规标权交给这个猎人 对吗 我们游戏输语赢没有关系 当然刀法好了是可以赢的 首刀女巫 第二刀冤江 第三刀白痴 第四刀猎人 那没办法对吗 我总结底牌不是一个猎人 好吗 刀我是没有意思的 一丁点意思都没有 好吗 刀我只会让人刺 出3 我想我真的写 就又想出3又想出3 这个12什么 我都跟你说两张鸡翠牌 要出这个13 你为什么还要去出8 你到底是有多任性啊 你你到底有多任性 而且你叫奶茶 为什么只叫2被我没咬 凭什么这个这个人可以吃那么大一杯奶茶喝你自己 你好像是通过我的微信来来的吗 他厚脸皮问你要了 那我出你事了 你就因为我没有要吗 你看我对着我直播间的什么所谓的账目 什么时候要过什么礼物干嘛的吗 我从来不都是他们自愿送的 对吗 哎呀我好气啊 哎我 我在这里先贵一个票 今天六七八我动不了了 因为我知道那边有一张圣诞小狼 但是我感觉一出去不是一个狼人 那应该不是因为13去投了1 13去投了1 我认13是一个狼 13且他又认狼了对吧 12还有分票投1票8 一个投4 投4的说什么怎么讲 不好说 打反心态他一定不是个狼人 因为他在这前置号票 后置都没有人跟他去投票的 去投这个4号玩家的 这样吗 反正我认这个阿尔 你们看我就把身杀大全都交给阿尔了 所以阿尔一定是个狼人 狼人大人你归票吧 我平民牌不知道 谢谢这么多的礼物 我真的不是问你们要礼物 你们该误会 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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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号牌这个游戏 你告诉我 我不给你奶茶 最后要出局了 那这个游戏 你们前准备都告诉我 我不打3号 我要出局 然后这张2号牌 让我平民上狼牌 且吃了我的奶茶 是这个道理吧 这个阿 紧上投票给这张11号的 是我跟3号 紧下出1号 1号出局的时候 3号出了一票 我是单挑费的吧 而且上来我是没有出票的 上来你们要出票13号牌 我是没有出票的 因为我有点懵 我听了他的发现 他说根本人出12号了 我很迷茫的看到一页13号玩家 怎么又变成我的 变成我的轮次了 明明不是我的轮次 怎么变成我的轮次了 然后 现在你们告诉我 今天是3跟12的轮次 我体排4张普通通名牌 其实我很晕 我省了一下 这张4号4张预言加索的 那么我是一个 坐在羊坑里面的 一张普通通通名牌 而且我没有身份 有身份 早就跳出来 排4张2号牌的 因为它上面 就是我4张2号牌 我底牌真的是普通通通名牌 然后都变不变了 对吧 这个游戏 我是认不下 678 3张都是好人牌的 然后你告诉我 这3张牌里面要出张小王 那 这张3号牌 就是说一直是跟着你们 你们要出击 你们出击他都跟着出的 我又没有跟着你们出 我实际上很任性的普通副名牌 但是我不认出 我只认刀 好吧 过了过了 那我是不是跳了你的身份 你不是很开心的 你是不是可以 我是不是跳了你的身份 首先我是一张圣诞小狼 你先出击 晚上我来的刀好吗 你把我投了 你晚上刀不准 我总感觉我挑了他的身份 他不是很开心 因为我说我是圣诞小狼 他说你跳了我的身份 我好好和你说 为什么我不是一张猎人牌 因为我觉得 因为这个 我如果是一个猎人 我死了也就算了 对吗 但问题是我不是一个猎人 不是 因为我 你要被他这只狗凌辱 我觉得你们被我凌辱一下 也就算了 你看他呀 不是你受得了吗 当然你一定要等会 要出局了 我就不跟你说了 因为我不是 我真的不是 我都这么发言了 我说我是那个人的分寺 我还能是个猎人 你们有没有一点公德心 因为我等会 我是圣诞小狼 这件事情 我已经是骗不了人了 我圣诞小狼睁眼 看我 就看到我了 我不在 莫莫你笑一个呀 表情也不要那么严肃了 你们会第一天把那个圣诞小狼投出去吗 你们知道他什么 会不会投了四个圣诞小狼 因为我感觉他锦上想让大家认识 对不对 刚才送过礼物了 那他误杀了 不好意思 我是圣诞小狼 哎呦 不要说了 莫莫你先出局嘛 因为你第一轮就炒歪 跟我说他要投一 我看到希望了 我就投了一票一 他给我炒歪 他说 我跟着你投一 我就投了一 作死 哎 代表太好了 他不投二 他投票十三 他也活了 他投二一个 结果他死了 怪我咯 好吧 但是 我在这边 很认真负责的告诉你 我别的也不跟你说了 因为你等会也没有刀了 我跟KS说一下 因为场上呢 能够任武是一张好人牌的人不多 因为我说我是一个圣诞小狼 我说我给武送了一个好礼物 也没人会信 因为场上能够任武是一个狼人的人 其实并不多的 除了你KS之外呢 也没什么比其他人了 第一局呢 我就把你定匪了 但是呢 因为我前面 当愿家的时候骗了你 但我特别 我真的不想再骗你了 因为我是不能真的好好和你说 我也不能发誓啊 或者什么告诉你 我不是一张猎人牌 到了理解 他是一个猎人 我告诉你 他最低身份也是张白痴牌 我刚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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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白痴 你是不是白痴 就是这么弄的 因为骑这张牌 他都搞不清楚谁是预言家 所以他根本就不再找狼同伴 而你一直在那边找 所以我多就不跟你说了 如果你连最基本的信任一点都爱 我骗了你一次 骗了你两次 我不会骗你第三次 我真的不是张猎人牌 为什么刚才李景跳出来 我就在那边说我出死战 因为我在这个位置 再去跟李景刚 没什么意思 因为我就要出局了 我是一张好人 但我不是张猎人 因为我实在气死了这个一号 因为他轮轮打我 结果他必须要出局 好了吗 我多就不说了 好吗 你不相信也没有办法 注意发言时间 出三 过了 那如果场上的好人都想出我三号呢 我三号就配合游戏出局 因为我是一张好人牌 那么 就是如果你们认这个二号 他 你们把规票权给了他 他要出我三号 那我三号就认出了 这个游戏没办法 因为我无论辩解什么 我感觉我还是要出局 那我自己去单飞这样十二号牌吧 对 因为我 我现在只能认 我跟你场外那天是因为 我听龙哥发言太差了 所以我说那我只能跟你出一了 你毕竟认了一张猎人牌 好不要出一 你自己非要这样玩这个游戏 那你现在要把我这样好人牌 摘在台面上了 到游戏输了 你就跟你自己发生气 你也知道 你发不到我们其他人身上了 是不是这么个道理 那我出局好吧 我去跟龙哥好好交流一下 我自己去票十二 你们好人可以选投 就从我和十二里面选投 投一号牌呢 也是你这张二号牌说的 我去跟你这张猎人牌 投了这张一号牌 十二号牌呢 第二天起身 因为我认他第一天发现 下张好人牌 他第二天起身呢 莫名其妙要聊 自己头八的这个票型 也没什么人说他 对吧 好像这票型是有点 故意做身份的意思 这是我唯一能看到 十二号能当场老人的这一点 虽然你们让我出去 我还是要帮好人玩 我真的听不懂二号的发言了 我是有点听不懂二号发言 那第二天认章 上了小狼牌 真的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好吧 呃 我投十二 你们可以出我 我可以配合游戏出局 我在场外看看这个游戏 好吗 过了 请找闺票 请找闺票 哎 我是上帝 你是上帝啊 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点杀 你来坐 你是紧张 你点杀了这个人 请归 男人好像都很紧张 可以 三 二 一 K 哈哈哈哈 好 请来三号TK 身手投票 三 二 一 三号玩家 九 九 哈哈 哎 哎 死人不活头了一票 哈哈 二次决 二次决 三次决 四点五票 然后九号一票 麻烦再举一下票好吗 哎 看一下票好吗 龙哥转一下票 我这票真的很关键 嗯 只有一票九 一票十啊 其他都是三 到时候 盘完了之后 你就说啊 他上好人牌 我没有上这一票 对吧 你可以 可以行的甩锅 是不是 我觉得 我已经替王宝宝想好台词了 就没关系 就是你们 那我怎么办呢 我站错队了 我认出 对不对 你们 我也挺轻松的 我终于不用在场上变了 那我可以 站在上帝视角上 看一下这个游戏 我是有点莫莫其妙 可能我看完之后 我就懂了 好吧 呵呵 我是一张好人牌 这个王宝宝 你自己投的酒啊 大家都记住 他投了一张九号牌 到时候我翻牌 是张好人牌 抱我眼睛表的时候 王宝宝就会很自豪 那么这就是他自豪的点 但是 你也记住你 你白天的发言 好吗 你投票并做不了什么数 因为你在这一刻 你感觉不好了吗 好人牌的投票还是你挥出去的 你一定要背这个锅 过来 今天是第三天 按照道理来说 我会叫圣诞小狼起 好吧 你们当天没用圣诞换礼物吗 没有礼物 天黑请闭眼 精彩的 天黑请闭眼 开始精彩 来 狼人请闭眼 确认请闭眼 然后圣诞小狼请闭眼 然后圣诞小狼请闭眼 圣诞小狼请闭眼 圣诞小狼请闭眼 然后 然后 然后还有什么 没有了 天亮了 你还能不死啊 是不是傻屌 游戏结束吗 你别人了 谁 Fuck 到我 想想 不要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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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人举手 活着人举手 对玩家低头 哎呀 我不是那小狼吗 你不是那小狼 点 点 芝麻 点 芝麻 谁就跟我 出去 爸 爸 爸 不要抢外 好 不好 拉 咦 他自己给摆到那边去了 我的天 等会等会等会 给我一个 夺命抢 最后玩家低头 低头看自己拍的 不要抢外 哎呦 我不要抢 不要搞 带十二 来 带十二 来 民党选择 看 三 五 你妈 你妈 不是呀 总归是 那边发言 啊 那十二呀 就是 这十三号是一张 六 狼的牌 四个人 那游戏结束了 两个人再唱 两个人再唱了 我前面都说七八 十八 两个人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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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他不敢了 三号是什么 我 我给 我就说到七八里面去 不是七八里面去的 不是十三宝吗 十三 不是呀 十三都叫白色 这碗色带礼物乱给的 我手势不懂 我以为是这个给手势 然后我想给卖的 给七号好礼物呀 但是 他们两个第一个人打成那个要素 杀个要素 你不要打了 走嘛 又是我打干嘛 我敢回卡新威 不想回 就是说 这时候我说 我先把你说 让我说 我以为 演员表帮我说 演员表 我先不要开始说 那我看什么是你说 你拿着拿我拿我 你拿我吃 拿我吃 我吃好吃 天子板吃 我当时是带我 带我 快来带我 哎我当时都是 你这么说 我给你带我 演员表一号 一号是谁 一号是好人 第一天被归出去了 二号是猎人 三号是平民 一号是平民 二号是猎人 三号平民 我四号是愚人家 五号是普通村民 不是 六号是 六号 六号是白痴 六号是白痴 七号是狼 八号是圣诞小狼 啊我操 我没中了 龙哥你在干什么 哎呦你今天等我就把龙哥崩了 八号是圣诞小狼 九号是平民 十号是女巫 十一号是狼 十二号是平民 十三号是狼人牌 推出去了一张两张三张 我以为十二三名 推出去了三张好人牌 没办法 没有 没有 我这玩意想吃 我这玩意想吃 我以为没有狼牌 回到狼牌 这把我们护叫圣语表现出色 不是把那个 十三号最 最难的一张两张开康队导 扯出去了 他这我 妈你我不掉那天啊我就死掉了 什么 哈哈哈 老妹你卡瑞 你这回卡瑞 确实干了一号 我们一张好人牌 然后再绷走了最后一个名好人 还是名好人 只要推掉三张好人牌 还 还让我 头掉一张好人牌 对对对 那边说头三个人牌 说我 说我是一张四个人牌 啊 我本来讲 你什么时候只在一头我有屌 你追我干嘛 我是规表英国感觉 对啊 你也没有怀疑我 你也没有怀疑我 我是个八个中业的 我也是这样保证 我觉得三号一过多 他还感觉就能够伴好人 三号一来就在试试的表情 不是 我根本觉得 十号不推天理不容 她的情维 她的情维 干不说是12号和3号发言太差 可是我第一天就说了 我认识12号发言 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 是张评名牌 我说错了吗 不是 你怕自己给他唱 因为你第一天出来 你第二天出来 哎呀 你就 你就挣个表水 你表水能力太差 你就说我是一张盲牌 我在这张疯狂打二吗 我才考虑了二吗 怎么随便表一表水 都出不到你的迹修了 你再保一下12 你打七八就是吗 那12一定是要 你到底是怎么认下 龙哥这样追忍人家 我还是认不下 我为什么认不下 因为那边 他倒牌我才认下来了 他严确实不太好 而且就是 我跟着猎人投票又没有错 我跟着猎人投票怎么办呢 那龙哥发言差 我只能跟着猎人投票 我还能怎么办 我还是认不出来龙哥这张演家牌 我的锅我的锅我的锅 他硬说十二号 当我就没事了 当我一圈蹲了 硬说十二号 哎呀 当我一圈蹲了龙哥也是没有 看到区别人 这是我也是一张带错 带错牌的枪 但是我赢了 欢迎的 欢迎的 我只做出了一件事 谢谢 那脑门的MG送给什么独戏 我操的吗 对啊 一操的 而且他跳下去有个茶叉牌 对不起吗 龙哥有个茶叉牌 我现在直播间送的东西 乔七啊 乔七啊 不是 七号不出真的天理不容 连续两轮还有几票 我真议人家 你们现在还能 你们还能 你还剩下跟我们一起交流 好吧 我发言不好的话 你别离弹幕 别离弹幕 不用跟弹幕解释 弹幕水平 比如我们刚才他们早就过来了 好吗